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估计4.48亿元的款务 武汉红十字会截止1月28日募集到了3.98亿善款 但结果他们只花出去了5391万元 物资迟迟运不出去 一线三甲医院都要断粮了 湖北红十字会把口罩分给了莆田系医院 还气势汹汹地说 莆田系医院也是医院 凭什么不能捐 而武汉市红十字会呢 网友记得物资到达三天了 还没送到医院 好不容易打电话联系上 人家说物资太多没办法去找 前线战士都能身体当子弹了 你们说有枪 但太多了没法发 湖北红十字会同样是做慈善 你们真该学学韩红的团队 1月23日 武汉下令封城 1月25日 韩红团队第一批支援物资已经到达了武汉 第二批物资已经准备出发 这一天是大年初一 27日凌晨 已经有医院收到了这批物资 第三批也是一样 他喜欢音乐 那时的他苗条 漂亮 可一场大病夺走了他的一切 他再也受不下来了 是奶奶救了他的音乐梦 拿出全部的积蓄 让他拍MV 韩红红了 可奶奶却突然走了 他的天一下子塌了 再也不会有人像奶奶一样如此爱他 忧郁三年他终于想明白 奶奶弥留之际的话 大红 奶奶不在了 你不能忘记要做好人 行善事 如今这世上已经没有人爱我 那我就去爱别人 自那之后 他活着只有一件事 慈善 他将目光透霄两个群体 老人和孩子 他说 老人是奶奶 孩子 是我 从2008年起 他发起百人援助系列公益活动 迄今为止 11年时间里 哪里有需要援助的地方 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从内蒙到西藏 从青海到新疆 他带领百人志愿者们 深入贫困山区 为全国各地送去公益医疗服务 直接受益群众达上万人次 累计一诊超五千人 捐赠药箱四万余个 无论条件多艰苦 环境多恶劣 每一次援助都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每一次援助他都亲自带队 行在路上 路况复杂 高寒缺氧 一路上多虑少年 半一场一诊 他的头发白了一半 上一次高原 他的心脏落下了病根 为了帮助一位患有重病的小弟老板 韩红当即表示 无论花多少钱 都要帮助这一家 所有的手术费用 都由自己一人承担 他捐完了自己的钱 就再去募捐 他曾经是多么高傲的一个人啊 却无助地 只能一次次地 在对讲机里 恳请志愿者们 再捐一点 那位患者后来还是走了 韩红难忍泪水 他恨自己力量薄弱 恨自己没办法救命 这个多么坚强的女人啊 见过那么多的苦难 却仍总是在哭 希望哭寡老人 他会哭 为生病的孩子筹钱 他心疼到落泪 2015年 应他号召 蒋新等明星 以志愿者身份 参与他的百人园青团队 援助结束后 为了感谢中文好友的助力慈善 他跪地高举酒杯 酬谢众人 再一次 泪洒当场 他做慈善从不宣传 不声张 有人亲眼看到 韩红来当地做慈善 不合影 不签名 就和他的团队 不停地做事情 忙完就走 网上第一次爆出他的公益 却被质疑作秀 韩红很生气 也很无奈 我知道会有人骂我 但我老韩 不怕 我们中国人对于慈善事业参与度 不如外国 我要的就是关注度 才能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源 投入到慈善里面来 我个性就这样 你们爱骂什么骂去 我把评论关了 我也不看了 我把事做到了 就行了 如果公益是作秀 我会一直作秀给你们看 于是这一做 便坚持了12年 2008年 他把自己开演唱会所赚的30万收入 全部捐给了孤儿学校 不仅如此 他还亲力亲为 自己穿上脏乱的军外套 四处奔波 购买物资 参与建造 韩红供应援助的版图越来越大 支援范畴遍布大江南北 在西藏地区 他主导建设了11所爱心复明中心 为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 他为边远地区的少年儿童 进行眼健康知识宣教 并免费为他们配置眼镜 在一次支援过程中 一次车辆翻车 他被压在车下 差点没命 2010年 周曲地震时 他立即携团队赶赴灾区 并坐在第一辆车里 为众人开路 灾区地址不稳 车辆在行进的过程中 遭遇泥石流 他所乘坐的车辆侧翻 导致韩红的头和肋骨受伤 但他还是坚持赶路 并及时到达了灾区 他曾经说 死也要死在音乐的舞台上 如今 他说死也要死在公益的路上 公益做到韩红这个份上 令人钦佩 他一向耿直坦率 有人说 一次他邀请80多位明星 来参加慈善晚会 结果很多明星找理由 推脱不来 他当场痛斥 你们是要拿钱买棺材 他还怒斥 某些明星挣了大钱后 灰金如土 高调炫富 因为性格火爆 他没少得罪人 有人劝他做人要有诚服一些 但他说 我韩红不要什么诚服 我也不管谁说什么话 我这辈子 只问自己帮过几个人 做过几件事 一路跌跌撞撞 他从未改变 也从不畏惧 唯一能让他低头的 只有慈善 这些年 韩红已经累计捐款 超过4000万 加上募捐的款项 已达10亿 因为很少接广告 他把自己快捐空了 但他不肯停下 没人知道 这背后有多么心酸 办一场百人援助活动 需要资金超过2000万 他实在拿不出钱 就去低三下四的求人 那时候的我 绝对是卑躬屈膝 低三下四的 有时别人当面答应 给予资助 但转头对方就晚起消失 眼看项目开展资金 却无法到位 他只能厚着脸皮 再去求 韩红说 他做公益这么些年 别的没有 就知道有一条是实实在在的教训 连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 因为那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他说我的钱快捐空了 但是所有交给我的钱 我都落到实处 为什么 他说 谁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中国灾难这么多 地震 洪水等等 你没有办法袖手旁观 他说 如果做公益是做秀 我欢迎大家一起来做秀 有人骂他不要脸 蹭热度 他霸气回应 我做公益十多年 为了公益 我从来就不要脸 对于韩红而言 充满善意地活着 远比正确地活着 重要得多 而针对这次爆发的疫情 他依然选择走在善良的前端 七匹五姿源源不断 可以说 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韩红的身影 他在微博中感慨 我在平凡中 能被你们的无数光芒照耀 老韩三生有幸 他感谢了所有人 却唯独忘了 自己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亮 而现在 韩红本人因为疯狂连轴转 已经病倒了 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这些年 不光把自己捐穷了 身体也累垮了 让人感到心酸的是 他说 曾因为检查出心脏有病 从那以后 再也不敢到医院去做体检 他担心自己一旦倒下 公益事业难以继续下去 好友劝他 让慈善的脚步停一停 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他婉言拒绝 我能维持每天的 一周一饭就够了 即便赚来的钱 我也会投入到慈善中 他所谓的一周一饭 就是馒头蘸着辣酱 再配上一碗青粥 韩红曾说 人这一辈子 究竟能够得到多少 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一天 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可以摸着我的良性问 在你的有生之年 你曾经帮助过多少人 你又曾经温暖过多少人 我只是云云众生里 最普通的一个 一名歌者 一棵小草 一里尘埃 在这个繁杂的世界 攀山前行 遇到很多善者 很多好人 于是告诉自己 有生之年要做善良之人 发愿用更多的善良 回馈人间 随喜平安 未卑未感 忘忧国 韩红 无惧世间流言纷纷 无惧道路险阻 人心险恶 他在慈善的路上一直走 悔家疏难 生死难顾 有一分热 就发一分光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疫情面前 我希望这个世上 像韩红这样的人多一点 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加阳光 可我也希望 这个世上 再也不需要 韩红这样的人 我们的每一次捐赠 不必他们亲力亲为 不必让他们 累倒在病床上 为韩红点赞 盼所有爱心 能汇聚成塔 盼所有慈善 能光明磊落 祈愿万众一心 这场灾情 早日过去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